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北京的医疗卫生人员 三天两头到我们住的宿舍来抄家 有时敲错门 找到我们家 中央文革小组常派出人 化妆成学生 参加抄家和捉人 我不是目标之一 但现在天下大乱 红卫兵兴起了串联狂飙 满天栽赃诬陷 贤劝我少回家 多待在中南海 只要我跟毛在一起 就很安全 不过我平时写的日记 这时已经有了四十几本 都有关于我的工作和毛的情况 贤认为留在家里太危险 一旦被红卫兵抄去 就立刻可具违反革命的证据 我带到中南海内 全部烧了 毛知道了我的处境 特别给我一个工作 毛让我和吴旭君筛毒 每天由全国各地 如雪片般涌来的各种小报 挑选一些送给他看 此时全国文革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 文件数量太多 毛的几位秘书也看不完 我很愿意做这件工作 这些文件刊载各式各样的消息 甚至有的连中共中央的机密文件 及会议都登在上面 这些小报都是由各种革命 造散红卫兵组织所编发 我可以从这许多小报 得知各地方文化革命动态 以及许多领导被批斗的大会记录 栖身中南海内 也正好暂时躲开这乱糟糟的外面世界 公贤胡同那份宁静之美 已被打得粉碎 我觉得很难过 但同时我很庆幸有中南海的保护 没多久 中南海也变得不安全了 每个人都遭到怀疑 这时 周恩兰也受到以江青为主的造反派的围剿 他们给他戴上反党的帽子 事情原委是1930年代上海申报 曾刊载一篇五号 周当时的化名 宣布正式脱离共产党的启示 周有次来室内游泳池借茅 当时我也在场 周月下加了一份图书馆借来的申报 跟茅谈这件事 周说这篇文章是国民党造假诬陷 刊载时 他人不在上海 已经到了江西苏维埃革命根据地 这是国民党捏造的 康生可以证明 毛从来未对我谈过对此事有看法 但我知道周直到死前 心头都有这个阴影 田家英的事还没有完全结束 田在中南海的人员很好 许多人都为他的自杀感到悲伤和震撼 田是反党分子 因此 所有和他有关的人 都被怀疑有反党嫌疑 周恩来更是深恐中南海内藏了想谋害毛主席的反党分子 为了毛住在中南海内行动安全 周恩来让汪东兴将原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办公厅 除警卫局以外各局的一些受怀疑的工作人员 集中起来 称为学习班 由雨光主管 在这个班上要坦白交代反毛 反共产党和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及行动 同时还要揭发 别人的这类言行 9月中旬 田的一双董编写信揭发我 田自杀身亡后 他必须和其划清界限 已是对共产党的忠心 董为了自保而揭发我 董说我同田家英过往疾密 平时无话不谈 但其中没有指出具体的事实 因田家英已自杀 是个反党分子 我同他密切 自然可疑了 另外 田家英的秘书 庞宣之 揭发我早在1963年 由武汉回北京的专列上 我 毛的秘书林克 及汪东新闲谈 那13年严重经济困难 刚刚有些好转 毛又开始推动在农村 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时又人心惶惶 我说 主席这个人 就怕大家过好日子 现在刚有口饱饭吃了 又再折腾起来 随后我又讲 他这个人为人不好 后面这句实际指的是毛 在男女关系上的不正当作风 回到北京以后 林克将我说的这些话 告诉田家英及庞宣之 这时庞写成了揭发材料 证明我的反毛言论 这份材料如果落到中央文革小组手里 他们会将我作为反革命分子捉起来 汪东新告诉我这两件揭发信 他收藏起来 汪得保我 有他的道理 我到毛处工作 是他首先推荐的 我成了反革命 他的责任不清 其次 我讲这些话 是当着他的面说的 汪自己也有不少反毛 反江青的话 我知道的十分清楚 我如被捕 坦白出去 正好让江青抓住 汪多次同我谈过 叫我不要怕江青和中央文革对我下毒手 他说 怕什么 顶多你同我一起坐牢 坐牢有吃有住 又可以不工作 怕什么 何况 有这染份揭发材料 握在他的手内 抓住我的辫子 永远不敢背叛他 汪不能把那两封信烧了 因为他也怕别人说 他烧一些不利于他的文件 对抗文化革命 汪把这两封揭发信锁在宿舍的保险柜里 并叫办公室的人 与已调到新华社的林克谈话 叫林克不许乱讲 然后让雨光在学习班 江旁先知信了一顿 以后不许这样胡说八道 再胡说的话 加重他的罪行 1967年五七干校成立 汪将旁先知 跟第一批人一起下放到江西 旁直到十多年后 1978年才被调回北京 但是到11月 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 警卫局内有相当一批人组成了革命造反队 目标是打倒汪东兴 中南海内贴满了声讨汪东兴的大字报 闹得最凶的是警卫局下属警卫处及行政处的一些人 汪怕被抄家 他将这两份材料送到周恩来处保存 周说 你这不是交给我两把火吗 但还是锁起来了 到1976年1月 周叙事后 汪在清理州的文件中 又将这两份收回来 他告诉我 烧掉了 毛亲自出头保护了汪东兴 毛同我说 警卫不能乱 警卫乱了套 哪里还有安全呢 又由周恩 来反复向我们讲 凡是在首长身边的人 不允许参加革命造反组织 一次外出到人民大会堂 乘车回到游泳池 毛下车后 对司机说 大自报说 火烧汪东兴 油炸汪东兴 火烧 油炸都可以 可是不要烧糊了 炸焦了 糊了 焦了就不好了 吃烤鸭 谁也不会吃胡椒鸭子 你回去捅你们交通料和别的地方的人都讲一讲 毛的这些话 是发出宝汪的信号 警卫局不能乱 否则可能危及毛的安全 在文革一片混乱中 毛自然是从他自己的安全观点来衡量大局 于是 支持汪 支持警卫局党委的人 组织起来 由中央警卫团协助 将警卫局内革命造反派镇压下去 就我所知 在文化大革命中 原党委没有被打倒 原党委负责人没有被打倒 仅此一家而已 带刘少奇 邓小平被打倒 其他中央领导人也被批斗后 中共政治局完全解体 由中央文革小组召集碰头会 参加的人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外 还有周安来 谢富志 国务院副总理 公安部部长 汪东兴 叶群 实际上起着政治局的作用 三条发 再次